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在今年在行政院的一个支持之下 我们大举的扩充相关科学的一个设备 以及见识的一个设备 就是我们需要让同仁能够有好的工具 能够有跟得上时代的工具来打击犯罪 同时我们也把这样的观念深入到 包括我们警察大学 还有专科学校我们的警专 我们必须从在学校的时候 就培养我们警务同仁这样子一个能力跟观念 那这样子到了第一线服务的时候 就能够接上这个现场的一个实务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 医生参与过国内外数十起重大刑案 在国内建设环境建构过程中贡献卓著的李昌玉博士强调 建设科学只讲求证据 他期免年轻一代的警察能透过AI大数据 结合建设科学及资讯科技 让大家更相信法治 科学一天的建步 日行月移 我们从事警政 建设的工作人员 一定要跟上时代 不能再回到原始的时候 将来的人工智慧大数据库 一定要利用上 怎么样结合建设科学 警政的新科技 跟资讯的新科技 整个结合 给社会更安全 给全国的人民感觉到 自然 他们相信司法制度 相信我们的警政制度 相信国家 完全在你们年轻的一代 除了协助刑事局两中心法治化 政委委员罗秉承表示 行政院接下来将推动建立 执法单位张政务管理的智能库房 及国家司法科学研究院 希望进一步提升台湾形式建设科学 让执法人员有手持电话的APP 可以连线让这些的政务链的管理完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确保政务的真实性跟同一性 几乎是你后面建设工作的基础工程 那这个基础工程已经启动 行政院也已经核定了 我相信在过几年 我们各地的这个智能库房 都可以建立好 刑事局发明表示 两中心法治化后 科技防治中心负责网路犯罪 通讯侦查 大数据分析 建设中心则负责生物激震 检测DNA等工作 两中心除了持续合作 也将推动相关增防策略 统合跨领域侦查资源 及精进技术 培育专业人才 有效提升侦查量能 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 记者张旗腾太北报道